韩国总统李明博 10号登上独岛即日本称为主岛后 日本首相也添加言说 无法接受韩国的做法 并重申主岛从历史和国际法上看 都是日本固有领土 竹島が歴史的にも国際法上も 我が国固有の領土であるという この我が国の立場と相入れず 到底受け入れることはできません 中日岛屿主权紛争再升級 中国駐日大使提出抗议 美国国务院高官表示 钓鱼岛属于美日安保条约的范围 1972年已经归还日本管理 美国前高官也首次承认 将增派鱼鹰运输机 到驻日美军基地防御钓鱼岛 中方表达不满 提醒相关国家 多做有助于区域和平稳定的事情 中方表达不满